哇 一个人吃一碗99元巨型蓝州牛肉面 哇 真的整个手抖 对啊 购费了 裤子挨死了 都要扔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橘子侦探亲 哈喽大家好 刚刚到蓝州 没错 就是为了牛肉面来的 心想跨越了1800公里 牛肉面一定要吃到爽为止 所以我今天准备去挑战一下99元一碗巨型牛肉面 哇 那位是橘子公主 橘子 你怎么跟你说 你也在蓝州 太巧了吧 没想到在蓝州还能遇到我的博主朋友 哈喽 刚刚正餐吃 我要感受一下大博主的镜头 你先慢慢吃啊 好好好 今天就是他了 再下一个人的料 不过是免费炫的 可以先下两个人的料 可以 从这也想不到 哇 这是我的 我给你下了两个人的料 好 好 这是牛骨汤吗 对 牛骨汤 哇 这碗面也太顶了吧 辣度直接辣满 哇 哇 真的 整个手抖 可以耶 这有几斤啊 我们要验证一下啊 好 哇 哇 几斤 哇 25斤了啊 哇 真的是 巨型 你要是6人份的话 绝对30斤 没有问题 哎呀 刚才真的端不起来 你刚才端不起来吗 端不起来 耶 这碗巨型牛肉面还配半斤牛肉 都倒进去 这太是那个了 我发现2系还是挺粗的 哇 一个人吃一碗 99元巨型蓝州牛肉面 现在室外温度的佐渡 是牛肉面刚刚好 原来真正的南州牛肉面是这个味道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面仗太长了 所以店家给了一把剪刀 天哪 红油四件 第一次剪不太协调 不要看这辣油这么红 其实一点的不辣就很香 第二次煎牛进过 哇 牛肉都是这么大片的 这牛肉好嫩啊 一点的不柴 大片吃起来真的特别爽 好不好吃啊 好吃 我第一次吃地道的兰州牛肉面 对对对 很好吃 我还是30年的老店 30年了 橘子你吃完了吗 我吃完了 厉害 这面上炸得我手指都酸 这面真的很好吃 但是又不好吃 有了这把剪刀就很好吃 妈呀我这衣服要报废了 哪里啊 全身吃 就是吃兰州拉面一定要穿白衣服 白色衣服 我不是兰州牛肉面 对对对 重新说一遍 果然吃兰州牛肉面就是要穿白衣服 对 它的牛肉是真的好吃 怎么会这么嫩 这牛肉在冷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好吃 样子 没有想到放汤里这么好吃 原来兰州拉面跟兰州牛肉面 嗨 这么一大碗给你们吃完 我可以慢慢吃完 好吃吗 好吃啊 你们是经常来的吗 好吃 原来兰州牛肉面跟兰州拉面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有点饮料吗 没有 你要不要搞个饮料 可以啊 买来兰 还买了栗子 啊 小心小心小心 但这个是面汤 有一点点汤 谢谢 我才买了这个 你这衣服了 宝贝了 库宰子 都要扔了 甘肃这边的那个 特产 对特色 你一定要尝一下 好的 其实我是来那个 分栗子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菊子侦探吃 哈哈哈哈 记得来我视频看 对 当然要啦 菊子 莎莎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有一个大叔 教我了 他教你吗 莎莎 对 大家知道莎莎什么意思吗 蓝州话 美女 漂亮的女孩 那你走了是吗 拜拜 我们杭州见 我还想让你请我吃饭呢 对哦 你晚上有空吗 有 那晚上一起吃个饭 拜拜 先喝这个 莎莎送的饮料 特别简念 杏皮茶 感觉现在是盐吉冷面 就它这个超大碗面 一碗可以装箱六人份 我这个是两人份 吃完可以再逊 我差不多也要吃完了 还有面汤 原汤化原石 再加点醋 里面有BB裙 你才没有给你开衣服了 你以为 对要扔了 嗯 辣的醋 真的开胃 吃完了 两人份就已经很顶了 大家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来兰州 感受一下这个 兰州牛肉面 跟兰州拉面完全不是同一种感觉 好了 现在要说了 想这种饭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收藏 我们身份见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服